好了时间到 大家好 我是咱们精英节的孟一老师 今天呢我们继续进行我们那个 外科普外科组织仪师 这个 50个黄金考点啊串奖 前面呢我们昨天呢讲了一部分内容啊 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进行 因为我们是把这个所有的就是普外科的 所有的考点呢就是汇总在一起 然后精心选了50个黄金考点 那么这个考点呢是历年是B考的 而且分值占的比较高 所以说呢我们专门这个把它挑出来啊 那么与这些考点有关的相关的支持点呢 可能我们在这个串奖的过程中 可能适当的要给它拓展 拓展一下 如果大家要复习的比较好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说能够马上能够反映出来 能够回答问题是最好的 好了下面我们接着进行 下面一个是周围血管疾病 那么周围血管疾病里面这一部分内容呢 发病率比较高的 也是我们这个考试啊 历年考试B考的内容就是两个病啊 单纯因下肢疾病学章 一个是下肢疾病学章啊 这两个病的发病率比较高 也是咱们这个血管系统里面的呃 代表性疾病啊 那么他的 历年考试呢 在血管系统疾病里面是最容易出体的地方 那首先呢我们把这个下肢疾病学章啊 和生理就是简单的复习一下啊 这个呢一般它是作为一个基础知识啊 我们看下肢疾病一般分为浅疾病和深疾病 那么其中呢浅疾病 主要指大阴疾病和小阴疾病啊 那么这个大阴疾病呢 它是起自于周围内侧 然后会于古种疾病 而小阴疾病的起自于周围外侧 就是它这个大阴疾病和小阴疾病啊 它一个是周围内侧 一个是周围外侧啊 但是这个 然后呢上行到 他们进入的这个疾病 汇入的疾病也不一样 大阴疾病呢 是通过懒缘窝 大腿根部的懒缘窝啊 懒缘窝 这个位置 通过大腿根部的懒缘窝 这个位置呢 然后呢 管向深处会入骨筋满啊 就是骨总筋满 那么说到懒缘窝呢 我们这地方还有一个疾病啊 也是重要的考点 什么病呢 与懒缘窝有关的呢 就是骨膳 所以说我们在后面要 给大家串讲到这个腐外膳的时候呢 那么骨膳呢 也是理念考试容易出体的一个地方啊 骨膳 与懒缘窝有关的另外一个病啊 另外一个病 所以这个呢 也是大家要复习的重点啊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浅进满 深进满呢 深进满主要是有紧前紧后 包括这个非总进满 非进满 那么总共呢 也是汇入到国进满 最终呢 是这个走成一个古进满 进入铐外进满 那么这两类进满 一个是浅进满 一个是深进满啊 在我们这个考试里面 考试里面啊 这个考点里面呢 浅进满呢 它有一个常见并 也是我们重要的考点 那就是打印进满取胀 就这个打印进满取胀 而深进满呢 也有一个这个发病率比较高的病 而且这个后果比较严重的 那就是深进满 进满血栓形成啊 血栓 这个 进满血栓呢 这个一般就是建于浅进满和深进满 尤其是浅深进满都可以发生的啊 浅进满 浅深和深进满都可以发生的 嗯 那么浅进满呢 这个发病率最高的还是一个什么 大印进满取胀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在血液管系统进满的啊 它是常见并多发病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浅深进满之间 它还有很多交通质啊 交通质 就是连深的深浅进满 也就是说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如果把浅进满啊 大印进满取胀 我把浅进满给它出波掉了 不要这个浅进满了 然后下支进满回流呢 它可以通过交通质 是不是 转入深进满 通过深进满 就是通过骨进满 向性回流 也就是说啊 我们下支的这个 深浅进满之间 有很多交通质 那么如果有浅进满 发生障碍了 发生问题了 那么这个浅进满取胀 它可以通过深进满来进行回流 这个代偿啊 来代偿潜进满 所以我们这个大印进满取胀的病人呢 我们做这个大印进满的手术啊 这个把这个大印进满给它 出波掉 是不是 那它是不影响什么呀 只要是深进满通上来 只要是深进满通上来 它是不影响我们这个下支进满回流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考点啊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个小体的激进满 这个呢 它也是会有深进满的啊 下面 单纯下支进满取胀 单纯下支 这个呢 单纯下支进满取胀呢 这个病呢 它这个发病的特点 病因哈 首先第一个是 病软 就是这个进满病的 太软了 然后第二个呢 半膜缺陷 除了这是先天性的 或者是后天的因素之外 就是遗传引起的啊 遗传可能于这个 就是这个病人呢 它本身都是先天性 就是因为进满病的 薄弱 或者是进满半膜的缺陷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如果它再有另外一个原因 比如说 长期的战略位 就是重体力劳动者 辅尼压长期增高者 人身的慢性咳嗽 便秘等 它这些压力增高 尤其是辅尼压增高 它会导致这个欠进满的回流阻力增加 然后进满压也增高 那么进满压力增高的话呢 这样一来 加上这个进满 比例软 这个 然后呢 就是弹性减弱 没有弹性 弹性减弱 第二个呢 就加上这个半膜的缺陷 这样的话就出现了 我们说的容易发生下支进满 确张 那么这样的话 总结一句话 其实大家也很好记 就是这个 单纯一下子进满曲张呢 它这个发病的病因 那就是避软磨缺压力高 避软磨缺压力高 这是它的病因 这个病因呢 大家记住这么一句话就可以了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说你看我们 在日常时光中 今天那个大营界面 区张呢 一般都是 重体力劳动者 这个发病率高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再来都是长期站立位的 这个 与这个职业 有特点有关的 这个职业 比如说外科医生 我们现在考虑都是外科医生 那外科医生的话 他有一个特点 什么呢 就是 长期站立位 即是手术 那这外科医生啊 他也容易发生 是不是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啊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下之大营界面区张啊 他这个 就是 避软 磨缺 压力高 近买血的回流走力 增加 看 这个地方 这是正常的近买血啊 他往上回流 那么为了防止倒流呢 他里有很多这个半膜啊 有很多半膜 这个半膜起了什么作用呢 就是 单一的向上开放 就是保证这个近买血向上流 而不能向下流 不能向下流 那么如果出现了 这个近买臂啊 软弱 然后这个半膜一缺陷 半膜一缺陷 半膜缺陷的话 就是他没法来 这个保证血液向 单一的方向度 向上回流 那么这样一来 如果近买血的回流压力增高的话 这个近买血 他不但不往上流 是吧 他反而什么 拐个头来往下流 哎 往下流 这才是近买区障的 他的一个什么呀 他的病理特征啊 就是近买区障的病理特征什么呢 他不仅仅是近买血回流慢 而是不但不往上流 反而往下流 就是倒流 反而倒流 那么这样的话 会导致近买区障越来越重 而且近买血一旦倒流的话 那么这个肢体 他里面的近买血不能流走 动买血进不来 动买血进不来的话 那血供障碍 血供障碍就可以引起激发性的什么呢 你比如说 可以出现溃疡 急性出血 甚至坏区 是吧 坏区啊 坏区你看 这是他这个表现头中 那么这个呢 他主要是好发于哪个地方呢 那就是说 这个我们说周学区 这个叫周学区啊 什么叫周学区呢 就是 他这个圈 我们人呢 穿这个靴子的 这个靴子盖的这个区域啊 就是怀关节的内侧 小腿下侧 怀关节内侧 就是内怀附近 内怀附近 这个地方呢 是最好发什么呢 这个 静脉曲张和溃疡 皮肤溃烂 形成溃疡 出血 就是他这个病情是最重的 这个位置是病情最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位置 你看他这个 静脉挥度的压力 阻力是最高的 而且在整个的大阴静面里面 都是说他是 位置是最低的 位置是最低的 回流的压力是最高的 与他这个特点有关 这是他这个表现头中 所以可以表现为什么 周学区都是个 周学区的 湿疹溃疡 然后呢 急性出血 严重的也可以影响到动脉 血功 影响动脉血功 那怎么来诊断呢 他这个单纯一下子 静脉曲张的这个诊断 我们根据一般来说 根据点心的灵状表现 就可以诊断 所以这个病人 你看 一到了夏天 因为男性多见 所以一到夏天呢 男性 男同志呢 他要穿那个短裤啊 那个腿上啊 这个曲张的静脉 都像什么样 蜿蜒鱼躯的静脉 就相当于蚯蚓状的啊 就是夏肢浅静脉 扩张于须 像蚯蚓似的啊 扩张于须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应该这个 我们这个病人 他就是个典型的什么样 就是一个浅静脉曲张 这个腿上啊 曲张的静脉 非常的明显 像一个什么 像很多蚯蚓状的 在腿上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另外呢 也可以出现了 时间久的哈 可以出现了 肌肉萎缩呀 骚痒啊 骚痒沉着呀 和溃痒形成呢 这都是 时间久的 交晚期的表现 交晚期的表现 那诊断呢 就是说 除了我们这个 临床表现以外 最可靠的 另外一个考点啊 我们有个 非常重要的考点 那就是 所有的血管系统疾病呢 它的确诊 都是靠什么呢 因为血管 血管是管道嘛 那管道的话 因为它这个 血管管腔比较小 那最可靠的 诊断方法就是 静脉噪音 就是血管噪音 血管噪音 那如果要是 这个 空腔器官的 这个腔比较大的话 能够放进 镜色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 首先检查 一般都是什么呀 就是最可靠的 能够确诊的 检查方法 那就是 镜检 你比如说 尸管里面的 饼面 胃里面的饼面 结肠 直肠里面的饼面 那他们的诊断 的精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镜检加火检 而我们这个 血管里面的 所有血管系统疾病呢 它这个确诊呢 主要靠 靠这个血管噪音 包括动漫的 包括静板的 所以说镜板造语 实际考虑里面 记住这一句话 就可以了 比较简单 那么称之这个 以外呢 另外有三个实验 三个实验 那这三个实验呢 你看 这个现在 这三个实验呢 在 本科教权上啊 就是已经 给它删除了 就是 这个知识点呢 可能稍微有点过失 但是我们考主治医呢 可能还在 这个大纲里面啊 那我们还要掌握 一般来说呢 你只需要掌握什么呢 只需要知道 这三个实验的 它的含义 还有它这个 英文字母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考试 咱们这个考试呢 它容易出 它不出汉字 它出这个英文字母 让你盘谈 这是什么实验 这个实验的意义是什么 具体的实验 怎么做的话 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 不作为一个重点 不作为重点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三个实验 怎么来记啊 就是根据这个 英文单词来盘谈 它的汉字 名称是什么 那我们看这个 第一个 大约进化 半膜功能实验 那么大银进化 半膜功能实验 你看 大银进化 这个大 然后呢 半膜一半 简称为打扮 打扮 那么在这三个实验里面 这个单词是最长的 你也不好记 那怎么记呢 我们可以找到什么 我们可以找到什么 前面的组织不看 我看中间的有两个 多大 这个D 汉字拼您的吧 多大 是不是 多大 这个呢 我们可以拼个大 然后中间有个B 是不是 不按半 不按半 这个呢 简称为大 半 半是半毛的半 简称为大半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说我只要看到这个单词 这么长的单词里面 有一个大 大半 什么叫大半呢 大一进化半膜功能实验 看到大半 D B 拼音啊 那就可以判断出 哦 这就是一个大半 大一进化半膜功能实验 然后看到这个单词啊 看到这个单词中间有个D和B 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来记 啊 中按拼音 拼字母的方法 拼字的方法啊 这样记 多大 半膜 大一进化半膜 功能实验 大一进化半 管半膜功能实验 所以只要看到 我们考试说 只要看到这么长 那个单词里面 有一个D和一个B 啊 而且间隔了几个字母的话 那么这就是大一进化半膜功能实验 好 这样来记 那么第二个呢 深进化半膜功能实验 通畅通畅 那么 我们看这个单词里面 第一个字母我们都不看啊 光看中间的 中间有什么呢 T T T什么呢 T拖 按照我们拼音啊 按照拼音的方法 拖光通 哎 通 看到 只要看到中间有一个T的 那就是通畅实验 深进化通畅实验 拖光通通畅 是不是 拖光通通畅实验 哎 只要看到有一个字母来 那就一个T的 这个单词里面有一个T的啊 那就是深进化通畅通畅实验 拖光通 一个通 它是一个通 然后看下一个交通半膜功能实验 交通半膜功能实验 是功能实验呢 它有两个T 两个T吧 拖光通 两个T就是两个通 两个通都是交通 什么交通啊 都说 他 交通半膜 交通半膜呢 是指什么 深 这个深进化和浅进化 就是大阴进化和古进化之间 他们有这两条进化之间 有交通之 所以说他需要两个通 拖光通 拖光通 再有两个T的 就是什么呀 都是交通 那么交通的话 肯定要多个通啊 所以就要T 拖光通 拖光通 两个通的 都是两个T的 就是交通半膜功能实验 那么一个T的拖光通 一个通呢 就是一个T就代表一个通 一个通呢 就是深进化通畅实验 那么两个通呢 都是交通 进化半膜功能实验 交通进化半膜功能 那么这样来记忆啊 所以说你看 打一进化半膜功能实验 要看这个很长的单词里面 有一个多大 半半 大半 就是深进化 就是大阴进化半膜 大阴进化半膜 大阴进化半膜功能实验 一个T的 通通 一个通 就相当一个通 那就是深进化通常实验 然后两个T的是两个通 两个通呢 都是交通 什么交通啊 就是交通进化半膜功能实验 好 这样来记啊 所以我们看什么呢 这个看这里面的单词 里面的拼音 就是把它当做拼音 与我们这个孩子呢 联想起来啊 这是简单的记忆方法 那么如果大家能够有自己的记忆方法 也可以 或者其他老师教给大家 更方便的记忆方法 也可以啊 这是给大家说的 关于这三个实验的 就是你怎么来 把它通过这个单词 和它这个什么呀 这个英文 和它这个 汉字 名称 跟它联系起来 就是光看单词 你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这个呢 是相对有点难度的啊 相对有点难度的 好了 这是我们是给大家说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巧计方法啊 巧计 巧计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行不行呢 一会儿我们可以演证一下啊 好下面我们看三个这三个实验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做的 这是第一个你看 多大 不然办 大人进卖半膜工程实验啊 打扮实验 简称为打扮实验 大人进卖半膜工程实验 简称为打扮实验 那怎么做呢 那就是大家记住两句话 排空渣带占十秒 驱张的半膜不全掉啊 什么意思呢 排空就是我们相说 别人贫过 为让这个换侧下肢 抬起 应该这个换侧下肢抬起来 抬起来 抬起来以后呢 等于进卖回流 加快 然后把它的驱张的进卖啊 那排空 排空掉以后呢 然后在大腿根部 扎上直血带 看到没有 扎上直血带掉以后呢 然后让别人在什么呀 在站立一个银杆 扎上直血带 在站立 站立掉以后呢 在十秒内 把这个什么呀 把这个直血带给它松开 然后观察这个进卖曲张 如果这个进卖曲张 直下 直上而下 直上而下 再出现这个进卖曲张 直上而下 从上而下 轴件的曲张啊 慢慢的都出来了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说明 这个半膜呢 就是大阴进卖半膜功能 这个大阴进卖的半膜功能不良 不全会不良 大阴进卖半膜功能不全会不良 为什么呀 因为你把这个直血带 很快给它松开了 马上松开了以后 我们看到 进卖曲 就是这个进卖曲张 马上出现 进卖曲张 马上出现 说明这个进卖曲 回流什么呀 回流阻力大 然后这个半膜的 单一的 向他 单一向上流动的 这个功能已经减弱 或者丧失了 就说明这么一个问题啊 所以说 在短时间内 这个进卖曲张很快出现 说明这个大阴进卖半膜了 大阴进卖半膜功能是不全的 功能是不良的啊 这个呢 我们叫什么 叫做大阴进卖半膜功能实验 简称为大半啊 大半实验 大阴进卖半膜功能 简称为大半实验 看什么呀 两个单词啊 两个字母 一个是第一个B 就可以了 这样来 起意啊 啊 再说一遍 记住这两句话 排空扎带 暂时秒 曲张的半膜 不全了 就是进卖一点 如果进卖的 马上曲张了 提示他的半膜 是不全了啊 那么第二个实验 您看 我们看 这个叫 Birdus实验 看这个单词里面呢 有一个T T通通啊 就是因为他在进卖 牵着的交通啊 是不是 牵着交通 交通的话 你看里面有几个T 有一个字母 是 有一个单词是一个T 有一个单词是两个T的啊 一个T点开 一个T的 就是一个交通 交通 一个交通 一个交通 就是什么呀 深进卖通畅实验 深进卖通畅实验 就是一个通 就是一个通畅 两个T的是交通 两个T的是交通 一个T的是通畅 一个T的通畅 看清楚啊 这样来记啊 好 什么通畅呢 我们这个通畅 主要是深进门通畅实验 这个也叫做 Birdus实验 深进门通畅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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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 深进门通畅实验 都说 战利扎带 动侧空 如不排空 则不通 战利扎带 动侧空 什么意思呢 战利 我想让病人战利 战利掉以后呢 他不是进门 去张了吗 他不是进门 去张 战利要进门去张 然后扎带 战利扎带 扎这个止血带 在大腿根部 他把进门去张都出现了 进门去张出现 出现了以后呢 然后呢 我让病人 让病人什么呀 让病人活动 这个下肢活动 这个止血带 一直扎着继续活动 一活动的话 如果这个下肢 浅进门去张啊 慢慢的缓解了 慢慢的缓解了啊 说明什么呢 说明 这个深进门是通上了 就是说明什么 这个浅进门 去张的浅进门呀 他通过交通之 进入深进门 然后通过深进门回流了 一活动啊 一活动 因为一活动了以后啊 这个肌肉疏缩 疏张 他的这个什么 曲张的进门啊 也起到一个什么 起到一定那个 泵压作用 哎 然后呢 是这个曲张的浅进门血 通过很多交通之 通过深进门回流 通过深进门回流 这样的话 他这个下肢的曲张进门呢 这个症状 慢慢的缓解 或者是减轻 这个就提示什么呢 提示 深进门是通畅的 说明呢 他通过深进门回流了 而浅进门回流不了 因为浅进门已经扎带了 带了 已经给他什么 走断了啊 浅进门走断了 啊 那么这个事件呢 非常重要 他重要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 这个大阴进门曲张 这个大阴进门呢 他的功能 已经是不良了 如果他不能用了 那我们可以做 这个大阴进门的手术 就是把这个大阴进门 给他抽搏掉了 不让这个 下肢进门血 通过大阴进门 通过浅进门回流 那么你要是 把大阴进门 给他抽搏掉了 相当于浅进门 给他抽搏掉了 那么他必须得什么 深进门必须得通畅的 就是说 下肢的进门血 他要通过另外一条途径 要改道 要回流 改道 改道哪里呢 要改道深进门回流 也就是说 你既然要做这个手术的话 他有个前提条件 那必须得深进门 是通畅的 然后才能做浅进门的手术 把浅进门抽搏掉 不要了 如果深进门 是不通畅的 化生抖色了 那么这个手术 是不能做的 很简单的啊 所以说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 如果深进门不通畅 则不能做 大阴进门的波脱手术 因为深进门不通畅 你大阴进门 这个拨掉了 那下肢进门血 就没有回 就没有回家的路了 没有回流的路了 因为回流就两条路 一个浅的 一个深的 一个浅的 你把浅的拨掉了 身体再 身体再 又不通畅的话 那他都是 这个下肢进门血 就没有回流的通路了 没有回流通路了 所以说我们说 下肢打印进门手术 他有一个前提条件 什么呢 那就是深进门 必须是通畅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必须是通畅的 深进门 必须是通畅的 这个不是前 而是通畅的 在这个基础上 让我们才能考虑手术 才能考虑手术 下面一个 第三个实验呢 就是你看 这个单词里面呢 他有两个T 是不是两个T通通 是吧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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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两个T的话 两个T就是表示什么呀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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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通都是表示交通 什么交通呢 都是交通版本 共同实验的意思啊 两个T都是交通版本 交通什么呀 都是前进门和深进门 都是通的嘛 他们之前有交通之嘛 这个交通之版本 共同实验啊 记住啊 里面这个单词里面 有两个T的提示是交通 通通通通通 两个通就是交通 什么交通呢 就是这个前身进门之间的 交通之啊 半目共同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呢 做的相对要复杂一点 你比如说看 怎么做呢 你看 病人仰望胃炎 抬高缓直 抬高缓直 等于想把这个下肢 上面进门排空嘛 排空了以后呢 然后呢 在大腿根部 扎制约带 看 在这个 从这个位置开始扎 扎制约带 然后呢 这个扎制约带 扎制约带 从主子 从这个地方啊 向国卧蝉 从这个地方往上蝉 看来 往上蝉 蝉这个什么呢 蝉这个弹力绷带 呃 从 然后呢 从同时呢 从这个直血带 从这个位置 大腿力是从上往下 小腿力下面呢 是从下往上蝉 好 蝉力绷带 在蝉力过程中 然后让病人占力 占力了以后呢 然后再剪 怎么剪呢 就是先蝉 蝉着同时向国 向这个国的方向蝉 然后松的时候呢 什么呀 一边向下剪 向下剪 剪哪个呢 在这个东西 就是下肢的 这个往下剪 然后这个大腿力 这个什么呀 往下 它要往下什么呢 往下缠 一边上面往下缠 下面的往下剪 是不是 如果在这两条腿 就是在这个两个绷带 带力绷带之间 这一块露出的皮肤里面呢 如果出现了 曲张劲板 那表示 什么呀 这个位置 表示这个位置的什么呀 它的交通劲板 半个功能是不全的 交通劲板 就是浅身劲板 浅劲板和身劲板 这个之间那个 交通质啊 这个交通质的版本 是功能不全的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这么个意思 啊 那么这是我们说 如果是中间没有曲张劲板 那么说明什么呀 它这个交通知识通畅的啊 交通知识通畅的啊 好了 这就是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做大人进门 这个大人进门 曲张大人进门 这个手术啊 抽波数之后 它必须得有两个条件 其中有一个条件是必须的 那就是深进门 必须得通畅的啊 深进门必须通畅的 就是深进门通畅实验 那么啊 深进门通畅实验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呢 交通知 就是交通半个功能实验 它也必须得通畅的啊 交通半个功能实验 也就是通畅的 这样的话呢 它好把这个潜进门啊 它所回流的这个 进门 回流的区域呢 进门学要通过交通知 回流深进门 通过深进门回流 就改道回流啊 改道回流不通过潜进门了 好了 这是它的三个实验 三个实验 好了 我们看这三个实验呢 你看 把这这个三个实验呢 我们放在一个表里面了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便于大家复习啊 和记忆 下支潜进门曲张呢 你看三个实验 这一场的油 你看见没有 大额半 大额半什么意思呢 都是大额半实验 大额进门半模功能实验 大额进门半模功能实验 这是第一个实验 看清楚了 它这个什么怎么来讲 第二个呢 是一个 一个T的 一个T的都是通通通通 一个交通 一个通 一个通是什么通呢 那就是 深进门通常实验 一个通 一个T就是一个通通 一个通都是什么 深进门通常实验 然后两个T呢 是两个通通通通通通 两个通的什么 都是交通半模功能实验 交通半模实验 两个T是两个通 两个通是交通 一个T是通畅 一个T是通畅 好了 这个要大家重点 把这个记住可以啊 然后具体的 它这个 这个检查方块呢 我们一般它不会考 所以大家不需要 这个详细的掌握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做到有记忆就可以了 就是有这个 熟悉一下就行了啊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在这里面呢 这是一个 重量的考点 除了考这个之外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知识点 就是说 这个深进门 就是一个T的 深进门通畅实验 这个盘断 深进门通畅 深进门通畅呢 是什么呢 深进门通畅 是我们这个 下肢 大一进门手术的 一个前提条件 所以说 如果要确定 做下肢大一进门 曲张手术 那必须得什么呀 做这个实验 来保证深进门 是通畅的 这是一个 就是它确定 能符手术 潜进门能符手术 的一个前提条件 所以这是个 重要的考点啊 第二个考点 所以我们把三个 三角负号 三角负号 好 那么除了这三个实验之外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病呢 也有一个实验 你比如说 血管病啊 血栓病 脉管炎 这个脉管炎简直为脉管炎啊 这个脉管炎 它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 白德斯实验 白德斯实验是怎么做的呢 它是让病人 仰卧位下肢抬高45度 抬高45度 等于下肢 什么呀 下肢这个血管里面的 这个 动脉血 排空 静脉血 什么呀 这个静脉血排空啊 静脉血排空了以后 然后下 做起下肢下垂 下肢下垂了以后呢 要观察它这个 下肢的表现 下肢的表现 那么如果下肢出现了什么呀 比如说 血共不足的表现 表示下肢 动脉血 下肢动脉血 这叫白德斯实验 也要肢体抬高实验 也要肢体抬高实验 那这个实验主要是 用于什么呢 用于这个血栓 BC脉管炎的检查啊 那这个病呢 它在我们这个 考试大纲里面呢 它也是我们那个 普外科的一个 什么呀 一个大纲里面的 考试疾病 是一个什么 说一个专业知识的考啊 不是相关专业 是专业知识的考点 那下面一个诊断 诊断呢 因为都是筋脉疾病嘛 所以说 单纯下肢筋脉血 我们仍然是 筋脉噪音 这一口号的 诊断方法 鉴别诊断啊 诊断和鉴别诊断 都靠什么呀 噪音啊 当然这个 B超的 体积描心呢 对我们诊断 有一点帮助 但是这一口号的 还是这个啊 还是这个血管噪音 这个都不说了 那么下面一个 关系它的治疗 下肢大约筋脉血 的治疗呢 它有两种治疗 一个是保守治疗 一个是手术治疗 非手术治疗 保守治疗 就是非手术治疗 那么非手术治疗 适合于什么呢 它跟和我们 所有的这个 这个外科疾病呢 它这个原则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就是适合于 一个是非常轻的 就是病变 非常轻的 或者是非常早的 就是这个 打印界面曲症啊 病变非常早的 非常轻的 对不对 没有什么病发症啊 比如说那个 它的血管还良好啊 没有这个溃疡啊 没有什么所谓承诺啊 虽然有曲张 是不是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妊娠妇女 妊娠妇女的话 一般呢 他一个不能难受 这个手术 我们可以考虑保守治疗 再个就是手术 耐受力极差量 就是一个是早的 非常早的 非常轻的 另外一个什么呀 非常老的 什么叫非常老的呢 早和老 早的都是非常轻的 老的就是什么呀 都是不能耐受手术的啊 这是个通用原则 我们所有这外科疾病呢 基本上都适合于 这个原则啊 都可以适合这个原则 这要是 这个病人啊 即使他需要手术 但是如果他有什么 高血压呀 关心病啊 糖尿病啊 肝神功能不良啊 是不是 再加上年龄大呀 耐受力太差了 即使需要手术 你也不能手术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样 他的大原则 另外一个 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认身妇女 是不能做手术的啊 来记住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个既然是保守者呢 保守者的方法是什么呢 因为他是下肢进满 回流受阻嘛 那我得想办法 来促进下肢进满回流 不让他去张 就是给这个进满 给他增加压力 给他增加账力 那么很简单 那就是什么呀 那就是给他穿这个 打弹力绷带 或者是穿弹力腕啊 打弹力绷带 穿弹力腕 那么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呢 这个我们很多 这个学员呢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也会发现 很多有很多职业的人呢 他会有穿弹力腕 有这样的预防措施 你比如说走球运动员 哎 哎 走球运动员 大家知道 那个走球运动员呢 他这个腿上都穿了什么呀 特质的袜子 是不是 他们穿那个袜子比较长 一般都到膝关节上方 而且这个 他这个袜子 特质的弹性非常非常大 弹性非常大 走球运动员穿那个袜子 那么他是为了穿的好看吗 那不是的啊 他穿那个袜子的目的 干什么呢 就是预防 对预防什么 对预防这个下肢浅进的去张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走球运动员 他要天天的高强度的训练 高强度训练过程中呢 他的下肢浸脉 回流的走力是真大的 而发生呢 相对于我们其他职业的人群来说 他发生下肢浅进的去上的 这个击费啊 这种几率啊 肯定要更高一点 对啊 发生这个击费 这个比例要更高一点 那么最后呢 怎么来预防呢 就是他给你穿个什么呀 就是穿那个这个弹力腕 他们车子的弹力腕 好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再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这个国序的我们的红军战士啊 可能还有八楼军战士 可能咱们 很多学员都看到 这个红色的电影啊 红色的电影呢 红色的这个电视 越来越多仔细观察 没有 我不知道哈 咱们红军的话 这八楼军战士呢 你看他们在行军的时候啊 腿上都打个绑腿 是不是啊 绑腿 你看 都打个绑腿 那他为什么要打个绑腿呢 嗯 哎 他要腿上都打个绑腿啊 用了 用了个带子啊 用了个补带 把这个 这个小腿啊 那个裤子啊 个裤子啊 都给他绑在一起 然后一个缠着紧紧的啊 这样走路 那么这样的走路 是为了方便吗 仅仅是为了方便吗 那不完全是 方便也是一个方便 因为过去那个 这个我们的红军战士 八路军战士呢 因为那个交通不发达 他不像国民党人战士 他能够坐汽车呀 那个时候 我们的红军战士 他没有汽车呀 什么呀 他要行军打仗 全靠两条腿 在高强度的行军过程中呢 尤其是继续行过程呢 那么 如果他要不打绑腿的话 他发生这个什么呀 下肢紧面器材可以都非常高了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说呀 既是一种治疗方法 就是用这个 全弹力弯了 弹力绷带呀 他既是个治疗方法 他也是个预防方法 也是个预防方法 好了 除了这个 这个保守治疗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保守治疗 你比如说 我做了手术之后 我做了个打印紧面 出波疗以后 还有残余的一些 小的紧面器材 小块的怎么办呢 也可以用于 引化疑主射和压迫疗 这个可以适用于 单纯引民面 或者是手术的辅助治疗 什么是辅助治疗 就是说 你手术之后 他有残余的这些 我可以用这个 引化疑主射 压迫了 好了 这次我们说的保守治疗 那么第二个 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呢 它这个原则 大家得知道 这个手术的方法 原理什么 就是说 高位结扎 大因进门 然后呢 把它抽拨掉 把它抽拨掉 同时呢 把这个 功能不全的交通进门 要结扎掉 功能不全的交通进门 结扎掉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做的主要是两个手术 应该 一个是大因进门的 高位结扎 加抽拨 高位 大因进门的 高位结扎 加抽拨 那么高位 高位高位 高到什么位置呢 高到懒原窝 在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大体根部的懒原窝 因为这个大因进门 就在 它收集了五个分支 大因进门 收集了五个分支条以后呢 在这个大 懒原窝 这个地方呢 拐向深处 然后呢 废入了 这个 古进门 古总进门啊 废入了深进门 古进门 所以说在这个 我们要做这个大因进门 抽拨的时候呢 在哪地方做 就在这个位置做 在懒原窝 这个位置 探出最高的位置 那么在这个抽拨之前呢 先把这个五个分支 要把它妥善 一一结扎 看来五个分支啊 这是五个分支 五个分支 妥善的一一结扎 结扎了以后 然后再把大因进门 小因进门 抽拨掉 就是说 这个浅进门 我都不要了 而且这个 下着这个浅进门 浅进门啊 它回流的 浅进门血的回流区域呢 要是通过交通支 让它通过交通支 回流深进门 就可以了 然后通过深进门来代仰 这就是我们这个 治疗原理啊 第二个病 下着深进门血散形成 这个呢 也是在 我们这个大纲里面啊 是 普外和相关专业 都要掌握的 也是理念考试的重点 而且这个呢 这个 很多我们这个 外科疾病的病发症 包括手术周围的病发症啊 它容易发生 这是它常见的一个病发症 啊 都是回收期存在 一个病发症 下着深进门血散形成 啊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 什么呀 做这个骨折 比较大的骨折 比如说我需要 长时间的卧床休息 对吧 你看中风偏当的病人 他下肢不能动啊 那么这种病人呢 啊 一般来说容易发生什么呀 下肢深进门的血散啊 下肢深进门血散 好了 下肢深进门血散呢 一般都是在什么呢 一个是熟后 长期止动的情况下 都是下肢不活动的情况下 那么大家想一想 下肢如果是不活动的话 很显然 那下肢的进门血啊 它本来这个进门血的回流啊 心脏在上方 心脏在上方 下肢在下方 下肢距离心脏是比较远的啊 十万八千里比较远 那么它本来的回流的 这个漏程是比较长 如果这个再有某些因素的作用 你比如说 这个病人呢 长期臥常不活动 深进门的这个进门呢 没有肌肉不能挤压 没有肌肉不能挤压 那么进门血的回流动力都要减弱 它的动力一减弱的话 回流缓慢 看见没有 所以说第一个进门血的回流缓慢 那么第二个进门比的损伤 那么第三个血液成高凝状态啊 高凝状态 那么这三个因素呢 啊 合并在一起的话 就容易形成了下肢深进门的雪山形状啊 那怎么来进来 我们看一下 避伤流慢 雪高凝 避伤呢 第一个啊 我们先说第一个避伤 什么避伤 什么避伤 进门壁的损伤 避伤流慢 血流慢 避伤流慢 血高凝 血液成高凝状态 好 对比记忆 这个什么呀 下肢深 这个下肢这个 打印记本去章 怎么记呢 避软磨缺压力高 哎 这两个比较放在一起记忆 就很容易记住啊 避软磨缺压力高 避伤流慢 血高凝 避伤流慢 血高凝啊 那么这两个避伤 大家也得记得是重点啊 好 下面一个 我们根据这个雪山的解剖 不会分为三种类型啊 周围型的 中央型的 混合型的 那么周围型的 主要指骨筋脉和小腿的 深筋脉血残 骨筋脉呢 是大腿的深筋脉血残 小腿的深筋脉在紧后 是不是 深筋脉深处啊 就是要不是发生在骨筋脉 要发生在小腿深处的 这个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 这个周围型的 你看这是周围型的 要么是小腿的 是吧 要么是大腿的 这是 这个周围型的啊 叫周围型的 那么第二个中央型的 什么中央型的呢 中央型就是 卡古筋脉血残 就是卡筋脉和古筋脉 有血残 叫中央型的 那么在哪地方 你看 这是卡筋脉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啊 卡筋脉和古筋脉 这一段 靠近复口 都是区的啊 靠近复口 区的 这个位置 叫中央型的啊 那什么是混合型的呢 就是说 它既有卡 卡 这个卡筋脉和古筋脉 还有什么 小腿筋脉的 这叫做 全下肢深进脉 血残性的 混合型的 混合型的 是最重的啊 它整个的下肢 都会出现 血栓 整个下肢都会出现 血栓 好了 这是我们说 就是它的三个内型 三个内型 那三个内型呢 这个在啊 我做的啊 我认为它 应该做的有影响 不需要死记 隐蔽 不需要死记 隐蔽 那我们看一下 它有什么样的 表现脱征啊 什么样的表现脱征 啊 看一下这个位置啊 中央型的 那我们刚刚说的 呃 中央型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卡古筋脉 中央型的啊 就是卡古筋脉 就是出现了血栓 卡古筋脉的是什么呀 卡筋脉和古筋脉 所以说它表现的 因为它是 卡古筋脉的 它是什么呀 它是像这个 呃 向上 向上会有的主干筋脉 是不是啊 啊 向上会有的主干筋脉啊 所以说 这个地方呢 出于中央型的 它一旦发生走色料以后 可以导致 整个下肢 就是全下肢的肿脏 另外有个点心 特征什么呢 就是卡古和古三角区 有疼痛和压痛 啊 这是它这个点 这是它这个 跟其他的 这个什么呀 这个 血栓性呢 深级白血栓性的 不同的特点啊 就是除了全下肢 肿脏 皮肤增高 浅筋脉 扩张之外 另外呢 它会出现卡窝和古三角区 就是我们的大腿根部 就相当于复古啊 复古这个位置 它会出现的疼痛和压痛啊 疼痛和压痛 那么第二个周围型呢 周围型都比较简单 周围型就是要么是大腿 要么是小腿 看到没有 要么是大腿 如果大腿的话 发生血栓的时候 大腿里肿痛 如果小腿的话 小腿是突然的肿痛 而且不能行走 行走的话 这个疼痛会加重 疼痛会加重 也可以做一个什么 哈姆斯实验 是不是 就是做这个 怀关节 裹头背躯 小腿也会出现疼痛 这是周围型的 要么是小腿 要么是大腿的 股筋 要么是小腿 伸进 那么第三个内容 都是混合型的 混合型的 全下肢型的 是不是 这个呢 就是 它是把中央型的 混合型的 都有了 能合在一起 都是全下肢的 它表现也是一个 全下肢的肿胀 举痛 那么 表现特点是什么呢 它有两种 这个一个是早期的 一个晚期的 那么早期的 就是说 由于全下肢的肿胀 筋脉血会流速度 然后呢 筋脉血管 磕张 体温增高 筋脉血管磕张 里面的筋脉血走不了 筋脉血在里面 预知的 会出现体温增高 然后呢 带上去脉 脉搏增快 带上去脉搏增快 那么这个颜色呢 它的皮肤的颜色是 发白 是发白的 因为筋脉走 筋脉回流速度 出现发白 我们叫做 骨白种 叫做骨白种 然后呢 极度的肿胀 极度的肿胀 因为前面的筋脉血 走不了 是不是 它回流不了 后面呢 它的动脉血 进不到这个 走至里面去 是不是 这个下肢的 走至里面去 这样都导致什么呢 血功障碍 动脉血功障碍 筋脉血走不了 动脉血进不来 那进不来的话 这个时候呢 一旦动脉进不来 都会出现什么呀 都会出现 缺缺缺氧 比如说 皮温呢 又开始的高 变低 缺缺缺氧的表现 就是青紫色 是不是 绳脂坏居 青紫色绳脂坏居 青紫色 那是缺氧的表现呢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叫什么 叫做骨氢肿 骨氢肿肿 就是大腿 成为这个 青紫色的 然后慢慢的 变为黑色的 青紫色的 蛮变为褐色的 这是因为动脉 走三引起的 那么这两个呢 这是混合型的呀 就是它的一个表现特点 就是说 早期因为 静脉阻塞 引起的骨白种 晚期因为 动脉阻塞 引起的骨氢种 先白后氢 先白后氢 先静脉阻塞 后 然后是动脉阻塞 先静脉阻塞 后动脉阻塞 先白后氢 先白后氢 骨白种 骨氢种 那么这是 全下制度混合型的 它的这个 是你们学生性的 主要特征 主要特征 这是我们现在 这是关于它 这个分线是重点 下面一个分线 不是重点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片 能看出来 这个壁面呢 两侧下制 两侧下制 是明显的 粗细不均 那么很显然 这个壁面 是哪一侧呢 这个是右侧 是不是 这个右 看写的右 这个是左侧 这是左侧 那么很显然 左侧明显的 比右侧什么样 这个下制 明显的 增粗 肿胀 增粗 肿胀 那么这就是什么呀 下制深几面 雪山形成的 引起的肿胀 疼痛 随肿 那这是个 这是个明显的 古轻种 这是个明显的 下制 整个下制 你看古轻种 古轻种 成青紫色的 那么古轻种 是因为动脉 走色引起的 而古白种 是因为什么呀 古白种 是因为 静脉走色引起的 那么这个是 因为什么呀 静脉雪山形成 以后导致动脉 血 共受走 而引起的 缺血缺氧 变成坏居 坏居 你看 由开始的 古轻种 慢慢的变成 黑色 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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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来 进一步的诊断呢 如果这个病人 一侧肢体 突然出现了 就是长期 卧床的病人 患者手术之后的病人 他突然出现了 一侧肢体 肿胀 剧痛 浅进埋扩张 一侧下肢体 肿胀 疼痛 肿胀疼痛 那么这个是 尤其是潜进埋扩张 要考虑什么 要考虑血伤形成 那 怎么来诊断呢 所以说 主要的诊断方法 就是仍然是噪音 因为血管的疾病 我们确诊的主要方法 都是噪音 不管是动脉 还是进脉 那么这个 主要的正向是 做顺心的 下肢进脉 顺心噪音 顺心噪音 什么是顺心噪音 都从下往上噪音 顺心噪音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顺心噪音 从下往上 在哪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明显的走色 左 恰固 近脉 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的噪音机 这是噪音机 从下往上 这个地方有噪音机 这个血管看得很清楚 但是到这个地方 明显的噪音机过不来 这是上面 这是上 这是上这 这个地方明显的有缺损 噪音机过不来 说明这个地方什么样 有血伤形的走色了 这叫什么呀 叫做下肢进脉的顺心噪音 按照进脉血流的方向来噪音 这叫顺心噪音 那么有哪些表现呢 首先第一个 闭塞或者中弹 就是这个血管呢 是闭塞和中弹 你看不见 由于中间缺了一点血管 那这就是他的闭塞中弹 第二个看叫 聪明缺损 聪明缺损上面 就说明有这个 血伤在这个 血管壁里面 血伤在血管壁里面 它占据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噪音机呢 它没法填充的 叫聪明缺损 那么聪明缺损呢 是影像诊弹学上的一个词 一个名词 那么第三个也可以出现 载通第四个側肢循环的形成 这种实际 身体面血伤心中 做这个进门顺行造影 它的四个主要的特点 当然前面两个是重点 闭塞中弹 重音缺损 这也一般都是重点 那我们该怎么治疗呢 它有两种治疗方法 一个是保守治疗 都是非手术治疗 一个是手术治疗 那么非手治疗呢 首先是要求的是 一般情况下 要卧床抬高 换肢 卧床抬高贩植 抬高贩植是 就是促进这个静脉 什么样 促进静脉回流 促进静脉回流 也减轻它的肿胀和疼痛 第二个呢 因为是雪山嘛 所以说要尽早的溶栓 溶栓那一般 这个尿积煤或者炼积煤 尿积煤或者炼积煤 时间呢 是越早越好 你比如说 秉承不超过72小时 三天之内的 三天之内的 我们可以考虑溶栓 用炼积煤或者尿积煤 同时也可以用抗瘾 配合抗瘾呢 防止血药门聚剂 这些药 甘肃 这些都可以啊 好 这是一个 那么大家记住时间啊 溶栓的时间是 一般是不超过三天啊 不超过三天之内的 其实是小时之内的 越早越好啊 越早越好 那么第二个呢 手术呢 方法呢 是取山 取山啊 就是我们把这个 找到这个雪山的位置 通过噪音啊 然后呢 这个通过手术的方法 把这个筋切开 把通过什么 要么是用这个 要么是用这个 开放手术的方式 要么是用法术导管 用这个导管来取山 一般的 首选的是导管啊 首选的 这个是首选的 首选方法 首选这种方法啊 首选这种方法 取山 然后这个取山的时间呢 要求的是 发便之后的48小时 不超过48小时 而我们融栓呢 是不超过72小时 这是我们这个 考组织一啊 他这个书上 写的一个时间 而我们这个 九版的本块教堂呢 他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大家要参考一下 那么九版的是 三到五天 感情中啊 也就是说啊 这个取山呢 取山呢 是在融栓之后 时间是在融栓之后 它两个时间是相接的 融栓是在前三天之内 而取山呢 是在三到五天啊 取山在三到五天 取山啊 但是咱们这个书上呢 写的是48小时之内啊 48小时 不超过48小时啊 所以这个呢 呃 建议呢 大家这个 看什么呀 就是如果我们新版呢 咱们这个 2022年考试啊 他这个新版的辅导教材 辅导教材里面 看他的时间是怎么说的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以九版的本个教材为止 这个也是不是错的啊 也不费错啊 不费错啊 好了 这种说法是关于 他这个治疗的方法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得知道哈 这个下肢身体面血栓的 危害在哪里 为什么这个比较重点 要考来讲呢 因为他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他主要是引起 肺酸侧和脑酸侧 尤其是肺酸侧 这个酸侧 这个血栓的酸侧脱落了以后 他酸侧到肺 病人肺表现为什么呢 偷然的就是一个 长期 比如说手术之后 或者骨骚之后的病人啊 长期卧场 卧场到比如说10天 15天20天之后 突然某一天发生了 呼吸困难 胸痛卡血 是不是啊 然后呢 低阳血症等等 这样的表现 就是呼吸系统症状 长期卧场的病人 突然出现 某一天突然出现 呼吸系统症状 那么这个要考虑 什么呀 这个肺酸侧 下肢身体面血栓 形成引起的肺酸侧 肺酸侧 那么这个做什么 能够确诊呢 这个CT血管造影 CT血管造影 可以确诊 CT血管造影可以确诊 好了 那么这时候 我们说这是 这个 第一个病发症 第二个病发症呢 这个呢 倒是 不是我们不作为重点啊 这个 就是说 大家 你不记 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呀 就是我们在抗瘾治疗的过程中 荣三和抗瘾治疗过程中 你用的什么呀 比如说抗瘾治疗的 甘苏纳呀 或者什么 发发瘾呢 或者是那个什么呀 这个 这个药 这个用的药量 国大 然后没有监测 它的瘾血功能状态 才会出现另外一种 病发症 那就是出血 是不是啊 容易容易导致出血啊 呃 这个日子出血的话 我们用什么来抵抗呢 各种鱼精蛋白 抵抗甘苏啊 鱼精蛋白 抵抗甘苏 让我们微信素K1呢 抵抗这个 华花磷啊 这个呢 也是一个考点啊 就是甘苏呢 我们不是用甘苏呢 来抗瘾吗 是不是来溶散吗 那如果甘苏呢 容力量太多了 这个超过了机体 这些耐受范围 它会已经去出血啊 是不是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 防止出血呢 可以用鱼精蛋白 都可以了啊 鱼精蛋白 如果花花磷呢 花花磷容力多了 用什么来抵抗呢 用微信素K1来抵抗啊 这也是一个考点啊 这也是一个考点啊 好 下面我们看 做一下体 这个答案就是又是这样的 这体怎么回事 那我们看一下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我们直接看题啊 因为我记得把这个答案 已经给它遮挡起来了 怎么会又再次出现呢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题啊 这是一个什么 T3T4一题啊 男性死时留岁 左下肢三状 这个三状 称重 小腿呢 像蚯蚓状的一个坛块 一说蚯蚓状的坛块 那这个是个典型的秒杀词啊 这是个秒杀词 一看到这个字 马上心里都要明白 它是什么病呢 要考什么东西了 秒杀啊 蚯蚓状的坛块 那就是下肢 大阴健美修章的毛病 那要考的话 肯定是与它有关的考点啊 好了 那个 然后我们看 这个是 右下肢正常 它说右下肢 是左下肢 左下肢可言 明显的健美修章 内怀处 皮肤增厚 有色色沉着 然后这两个实验 是阳性 哪两个实验 您看呢 这个一个是最长的单词 一个是比较短的单词 实验阳性 好 它应考虑 要问你什么呢 问你就是 这两个实验是什么实验 就它的汉字名称是什么 因为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怎么来记这个东西啊 怎么来记这个东西 你看 最长这个单词里面有什么呢 多大 包人半 大半 大半 什么大半呢 大人进卖半毛红的实验 这个就是 一看到这两个字母啊 最长里面有一个 一个字母是D 一个是B 我们当作拼音来拼的话 那就是一个大半 什么大半呢 大人进卖半毛红的实验 这个是大人进卖半毛红的实验 然后这个后面这个呢 有后面这个字母 这个单词里面呢 有两个T 两个T T是通通通通通通 两个通 两个通什么呢 就是交通 一个通是通畅 一个T呢 一个T呢 通通通是通畅 两个T呢 是交通 那什么交通呢 都是交通 交通之半毛红的实验 这个是交通之半毛红的实验 这个是大人进卖半毛红的实验 大人进卖半毛红的实验 那我们在那找 找哪个人看 大人进卖半毛功能不全 深浅进卖 交通之半毛功能不全 都是交通之马 两个T都是交通 通通通通通 两个通就是交通 一个T 一个通 一个通呢 就是深进卖通畅实验 这样来记 就是我们在那边呢 都是把这个字母 当做拼音 这样的话 来这个 来这样记 属于一种巧记的方法 好吧 这是一个题 第二个问题 确定下肢进卖 曲张能否手术 首先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啊 确定下肢进卖曲张 能否手术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什么 都说下肢深进卖 这个下肢浅进卖曲张啊 能否手术 首先必须要明确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反过说过 我们把浅进卖 要手术给它抽搏掉 浅进卖不要了 那么下肢的进卖曲 只有一条路 原来本来是 假如说 本来呢 这个进卖会有两条路 两条路 到北京去有两条路 是不是 两条路的话 两条高速公路 那我现在我这条路要修路 走不了 那你得保证 另外一条路要通畅啊 对不对 然后你这条路才能修啊 不然的话呢 那两条路都 它都抖住了 都过不去 那是不行的啊 那跟那个道理是一样呢 确定下肢 浅进卖 属伤 进卖曲张不是浅进卖 浅进卖要做手术的话 我要不要的话 那么首先一个前提条件 必须得保证 深进卖是通畅的啊 就是 这是他前提条件啊 前提条件 所以这个难看应该是一 那么深进卖通畅了以后 确认通畅了 才能做下肢浅进卖的曲张手术 浅进卖的曲张手术 还是这个题 该患者的治疗 意义采取什么 该患者的治疗意义采取什么 那么很想这个 大阴进卖曲张嘛 那么我们那个经典的书上面 就是大阴进卖的高位结扎 加出波 交通进卖半模 交通进卖什么呀 这个结扎术 主要是什么呀 大阴进卖 结扎加曲张进卖的出波啊 那这个大概应该是C 应该是这个啊 这个 手术方法 应该是选这个 这是一个经典的手术啊 经典手术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 好了 这次我们说一下这个 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 下肢浸满疾病啊 就是下肢血管疾病 我们这个题啊 当然后面还有两个题 我们只能先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了以后呢 我们再往下进行啊 因为这个可见 可能我要换一下这个可见 好了 下面我们休息十分钟啊 时间到 我们接着进行 好 好 刚才我们这个 血管疾病呢 咱们这个 练一题啊 做了一题啊 就是三个 A3S型题 三个问题啊 下面我们接着还有几题 跟大家一起过一下啊 相当于把我们刚才的知识点呢 再巩固一下 那么我们看第四题 患者女性28岁 单纯性下肢浅浸满 去长4年 好 这个题他就告诉你了啊 他这个单纯性下肢浅浸满 去长4年 这就是我们这个作题啊 虽然他这个比例分析呢 都是 呃 大家都知道 比例分析题啊 都是A2型题 A3A4型题呢 尤其是A4型题 A3A4型题和这个M型题啊 他对我们这个 主之一考试来说是 最难的提醒啊 那么最难的提醒呢 也不是说他没有窍门 又窍门 就是说每一个 每一个疾病呢 他的一个考点 他的知识点 都隐藏在我们这个 病例分析里面 这个病例里面呢 你找到关键词了 其实也很好做的啊 你看我们看这个题例 关键词在哪里呢 首先他是 确认呢 他是一个什么呢 首先电动精神是个什么病啊 下肢浅浸满 去长4年 时间也不短 那么后面一个关键词 在哪里啊 妊娠五个月 看到 妊娠五个月 那么这个题 他提前告诉你 妊娠五个月 是个女性的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啊 这个保守治疗 下肢大肴浸满 曲张的保守治疗 是应征 我们在前面说啊 一个是最小的 就是最早的啊 最早都是非常亲的 症状非常亲的 第二个最老的 最老什么 就是说年老体弱 慢性疾病 新这个 而且耐受力极差的 像这两类人群啊 他是考虑保守治疗 那么除了这两类人群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种 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 什么呢 就是妊娠的女性 那么妊娠的女性呢 原则上要求就是保守治疗 就是不考虑手术 啊 不考虑手术 所以我们做了题 一看 首先 一看这个 大肴浸满群上告诉你 妊娠五个月 那你首先想到了 哦 这个病人应该是不能手术治疗的 不能手术治疗的 这个看到这个啊 这就是秒杀词 这就是他的关键词啊 我们看他的问题是什么啊 我想看下面呢 既往有先天性心脏病 一般情况较差 看呢 这下面这一句话 更进一步 证明了什么呢 这个病人是不能手术的 即使他需要手术 可能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一般情况较差 这说明他的耐受能力是比较差的 哎 认识五个月本身 他就是个手术的紧记 而再加上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一般情况又比较差 耐受力能力比较差 这句话更进一步的提示了 这个病人呢 是禁止手术的 他是不能手术治疗的 就这么简单啊 不能手术治疗啊 禁止手术的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问题啊 啊 检查是上下之大阴静面 区章 这怎么不说了 小腿部门啊 扎痕 扎痕啊 周怀 周怀部有广泛的色素沉着 那然后我们看他的三个实验 你看 大半 多大 不然半 大半实验 什么大半实验呢 就是说大阴静面半膜功能实验 是阳性 大阴静面半膜功能实验 阳性 说明大阴静面半膜功能是 什么 是不良的 对 大阴静面半膜功能不良呢 他是什么 静面区章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原因之一 好 第二个呢 哎 我们看一下 白德的实验 他中间有个T 哎 有一个T 通通 就是一个通 一个通是什么 就是通畅 两个通呢 两个T就是两个通 两个通是交通 交通半膜功能实验 一个T是通畅 一个T是通畅 两个T是交通 这样记啊 好 一个T的话呢 就是什么呀 那就是通畅 什么通畅呢 都说深静脉通畅实验 这个通畅 我们只有一个 就是深静脉通畅实验 所以说白德的实验 就是深静脉通畅实验 深静脉通畅实验 是不是 是 你看 深静脉通畅实验 是阴性的 深静脉通畅实验 阴性的表示什么呀 表示深静脉是通畅的啊 深静脉通畅实验 阴性的 表示深静脉是通畅的 而这个两个T点看 这里面两个T呢 是通通通通通 两个通呢 都说什么呀 交通 就是深静脉 交通之半个功能实验 那么深静脉 交通之半个功能实验 是阳性的 表示这个深静脉 之交通 静脉半个呢 是不良的 大音静脉半个不良 深静脉 这个深静脉 交通之半个功能 也不良 那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大音静脉 区上呢 它这个手手指针 而且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一点 什么呀 就是它的深静脉 通胀这样一件性的 就是深静脉是通畅的 深静脉是通畅的 那么这样的话 跟进一步的 就是说明 这个病人是可以手术的 它是可以手术的 这三个实验呢 说明它是可以手术的 但是 虽然它可以手术 而且需要手术 但是呢 它有两个手术的紧记 比如说 第一个是妊娠五个月 再说一遍 第二个 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而且一般的情况 较差 这两个紧急症 即使要手术 你也不能手术 我们根据患者的情况 目前处理 亦采取什么呢 那就是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 哪一个是保守治疗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 穿痰磷腕 痰磷绷带 压迫治疗 压迫治疗 因为这个 那这个病人呢 那有个人说 保守治疗 还有其他方法呀 你比如说 隐发剂主射呀 是不是 那隐发剂主射 隐发剂主射 一般适合于什么情况呢 它主要适合于 就是我们做了手术之后的 残余的大阴静脉 残余的 小量的大阴静脉 可以容易 隐发剂主射 而我们的这个 保守治疗的主要方法 还是什么 穿痰磷腕 痰磷不难 啊 其他的几个 我们看一下 大阴静脉 高位结疗 高位结疗大阴静脉 高位结疗大阴静脉 这都是手术方法 那么手术方法 一概 pass掉 一概 pass掉 而这个呢 主要是可以手术之后的 残余留在这一部分静脉 我们可以用这个 硬化一致 所以这个呢 这句答案应该选择 A 应该选择A 这是我们在前面 反复讲 讲过的 这个 这个考题 通过这个考题呢 我们要把 大阴静脉 它就保守治疗 对一个适应中 大家要重点保 要重点掌握的 好 我们看下一题 下一题呢 这是 这是一个A3A4型题 A3A4型题呢 这也是个经典考题 咱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你像这种题看着比较长 而且它的问题也是比较多 它说相当于通过这个题啊 基本上把这一个疾病呢 它的所有的考点 通过这一个题都体现出来了 我们看这个是一个 女性的51岁 突然出现在 左下肢剧烈的疼痛 肿胀了一天 突然出现下肢 左下肢啊 一侧下肢的肿胀 疼痛 肿痛 那肯定下肢的问题了啊 下肢的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 晨起时发病 早晨起来发病时 站立时加重 嗯 我们早阳性的 症状体征 痛苦面容 被迫体位 整个左下肢 明显的肿胀 皮肤泛红 然后张力比较高 水肿 皮温增高 皮温高于建策 看到 哎 皮温高于建策 那么很显然 通过这个特点啊 能够盘调出来 它突然发生了 一侧下肢的肿痛 和皮温增高 那么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呀 就是 它的筋脉回头速度 就是深筋脉 血伸形成 首先考虑是深筋脉血伸形成 那我们再往下看 股进的行进 卡窝 股三角区 压痛明显 卡窝 股三角区 看到没有 很显然这是个什么呢 卡窝 股三角区 这是个中央形的呀 中央形的不是 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都是卡窝 股三角区呢 出现了明显的压痛 这个地方形成了 血伸形成啊 山式检查 白细胞 1.8乘10离九次方 白细胞偏低是吧 中心的细胞偏高 血浆的低而具体 大于500个微克 而具体大于500个微克 那么 它正常值呢 是小于什么呀 正常值是 这个不到500个的啊 应该是在50个是多少 应该是 就是这个血浆 低而具体呢 它是含量是增高的 含量偏高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主要的 关键词在哪里呢 除了它的表现以外 如果通过表现 你仍然盘谈不清楚的话 主要的关键词 就是这个啊 血浆低而具体 大于500个微克 每升 那么它偏高 它说明什么问题呢 它说明呢 它是什么呀 它是激进雪山 形成的一个什么呀 呃 一个主要的特点 一个表现啊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病人出现了 只要是我们做 血浆还原检查 低而具体增高 那它就是激进雪山 形成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啊 有个主要特点 那我们看下面 这个简形看呢 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 低而具体偏高 最常见 而且最危险呢 就是什么 就是激进雪山形成 啊 进雪山 当然了 体内的高凝状态 也可以出现 你比如说认身啊 肿瘤啊 肾脏肌面啊 哎 所以通过这个 低而具体呢 就可以盘谈 这个病人血液 成高凝状态 再加上什么呀 这个衣测下肢的 肿脏啊疼痛啊 这些 这个 静脉雪山形成的表现 那么进一步证明 这个病人是什么呀 就是深进脉雪山形成 啊 深进脉雪山形成 所以说这个题呢 应该讲什么呢 那应该讲 深进脉的酸色 深进脉雪山形成 不是酸色吗 雪山不是酸色吗 啊 在这里面呢 最重要的 再说一遍啊 它的最重要的 关键词 是什么呢 一个是血浆 第二具体 它其实有雪山形成啊 血液是高凝的 这个东西呢 其实血液是高凝的啊 那么高凝的雪山形成 那雪山在哪个地方形成呢 那看什么呀 股进脉在 卡窝股三角去压痛 啊压痛 这就说明 它是个中央型的 啊 是个中央型的什么呀 这个 深进脉雪山形成 它有三个类型嘛 周围型中央型的 还有什么呀 这个混合型的啊 混合型的三种类型 啊 那么这也是 这两个是主要的一个 什么呀 我们这个关键词啊 关键词 当然了 其他的也可以辅助的 这些信息呢 也可以进一步的证明了 我们的诊断 那我们看一下 其他的诊断 对不对呢 极性淋巴水肿啊 极性 极性淋巴水肿 这个是个干扰项啊 极性淋巴水肿 那么风儿之炎 风儿之炎呢 一般这个 进行风儿之炎呢 与什么呀 与这个雪浆 第一次具体 没什么关系 而且 风儿之炎呢 它表现的是什么 高热寒战 都是大量的 因为它是一般的感染嘛 一般的感染 有高热寒战 都体温高啊 它这个病人体温不高 你看它37度8呀 是不是 37度8 而且这个风儿之炎呢 它是一个化农 它虽然是 这个也是个化农性感染啊 是个化农性感染 但是呢 它一般的 得有什么呀 得有农业啊 而且中心理细胞是 这个这个是 白细胞技术增高的 白细胞 这个白细胞 我们看是偏少的1.8 而我们这个风儿之炎呢 包括端独啊 它是一般的外科感染的 这个外科感染的话 它的白细胞技术增高啊 中心理细胞的比例增高啊 而且AMU 与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啊 是不是 它这个病人 与这个电视剧体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 所以我们在 这个答案里面呢 你还可以采取这个 排除这个方法啊 在排除方法 做这个题啊 那么 第二个问题 根据患者的病实体征 结合实验室检查 啊 这可能是诊断 对啊 这是答案啊 答案是低啊 不再讲了 不再讲了 啊 还是这个题 第六个第二问 目前首先要做的检查是 首先要做的检查是 因为深静脉雪山形成嘛 我们在前面说 深静脉雪山形成嘛 那么最有 最可合的点方法 就是静脉噪音 那么这个静脉噪有两种 一个是 这个上行的 这个顺行的 一个是逆行的 啊 目前呢 我们做的最有效的方法 还是哪一个 还是下肢的上行感 上行这个 啊 这个 一个是静脉噪音 一个是彩色多普列啊 一个是静脉噪音 一个是彩色多普列 那彩色多普列的话呢 它可以直接什么样 就是找到这个栓字 而且这个彩色多普列呢 它相对是个 无损伤性的检查方法 可以首先做多普列 如果发现异常啊 我们再可以做这个 静脉噪音啊 这是血管里面的 就是 尤其是血伤 血伤疾病 可以先做这个啊 所以这个 这个当然的 应该是选择什么呢 应该是选择A 那一个选择A 就是如果我们做多普列 超声 它是一个简单的 而且一个 无创新的一个检查方法 如果它能够坦查出来 这个静脉 血伤在哪个位置的话 就是发现异常了 那我们可以再做什么呀 像具体明确诊断的话 那可以做一个什么呀 做一个这个 顺心噪音 上行或者顺心 静脉噪音 顺心噪音 其他的检查呢 对我们诊断价值都不是很高 那么下一题 就是还是这个题 还是这个 这个秉立啊 根据患者临床表现 该病的解剥部位的分型 是最可能的事 最可能的 最可能的什么呀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呢 刚才说了 因为它这个表现在哪里啊 再回过头来 我们看这个题号 行进 恰骨三角区压痛明显 骨静脉在这个位置压痛最明显 那么很显然 它就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一个中央心的 就是恰骨什么呀 恰骨这个静脉血伤进程啊 恰骨静脉身进脉血伤进程 所以这个应该选哪一个呢 选这个啊 恰骨静脉血伤进程 根据它这个提议啊 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来啊 恰骨静脉 这个 这个我们看 恰骨静脉 所以哪里都这个了 中央心的啊 中央心的 它叫做中央心的 也叫做恰骨静脉血伤进程 那么它的主要特点 除了全下肢肿张 平安增高以外 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 就是恰骨股三角区的 疼痛和明显的压痛 哎 恰骨和骨三角区 看到没有 恰骨和骨三角区 而其他的这个 你比如说周围心的 周围心的都是 它这个血伤发生在 骨静脉 那是大腿的表现 发生在小腿的话 那就是小腿的表现 而混合心的是 整个下肢都有的 它主要表现为 骨白种啊 和骨氢种啊 骨白种和骨氢种 所以它们表现的 这个侧症点是不一样啊 侧症点不一样 那么该病最严重的 并发症是什么 这个我想早知道 这个不管是 这个动脉啊 还静脉栓色 尤其是静脉血栓 这个栓子脱落脚以后呢 最容易酸色的是 一根肺 它有两个情况 一根肺 其实是一个大脑啊 一根肺 一个脑啊 这个静脉血栓呢 最容易酸色的是肺了 所以在这里面 最严重的表现 应该是这个啊 这个是 是个知识体 一看就明白啊 那么下一个问题 如果是非手术治疗 不宜采取的是 如果是保守治疗 不宜采取的 那么不宜采取什么呢 就是说 哪一个是不 它不是非手术治疗的方法 都是不是保守者的方法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卧床休息抬高 患之适当给予诊经剂 那这是我们的 保守者的一个措施 就是这个病人呢 一旦发生的 身体们血在身上以后 它需要休息 而且患之处于 抬高的体位啊 因为下时候疼痛嘛 要给它诊经剂 这个呢 可以用输液泵吃 这个持续的连续的注射 甘肃或者是发发瓶 这个呢是抗瓶治疗啊 甘肃发发瓶 是常规的抗瓶治疗 这个也是正确的啊 这个是正确的啊 那么第三个 血管腔类治疗 那么血管腔类治疗呢 它这个血管腔类治疗 眼外之一都是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呀 通过一些腔类的 这个什么呀 比如说这个 电切呀 或者烧镯呀 什么激光啊 什么的 通过这种方法治疗 那么这个腔类治疗呢 眼外之一 实际上还是一个 手术治疗的方法啊 你不管是哪一种方法 它还是手术 不是保守治疗 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 那这个是 不宜采取的 那就是一个 血管腔类治疗 血管腔类治疗 因为它是说的是 非手术治疗嘛 不宜采取的 既然是非手术治疗 那哪一个是 不宜采取的 那就是手术治疗 不宜采取的 那么血管腔类治疗 它就是个手术治疗的方法 不管是哪一种方法 都是手术治疗 就是比如说 大眼镜面 出破腔的症 或者是做那个什么呀 做那个最新的 激光烧热 是不是 破坏这个腔 破坏这个镜面腔 导致一个镜面闭塞 它都属于 都属于手术方法之一 那么下一个 第四个答案 就是口服阿斯皮林 或者是 右肩腩肝肝 是不是 这些也属于什么呀 被手术治疗的方法 炼肌没尿肌没溶酸 是不是 要在 这个溶酸呢 一般是在 七十一小时之内 要溶酸是吧 四十八小时之内 要什么呀 要取酸 取酸这方法是手术治疗 而这个溶酸呢 属于保守治疗 这个要注意区别开了 区别开了 开始这个题 如果这个手术治疗 以下手术方式中 首选的是 那么首选的是什么呢 手术治疗呢 我们一般有两种手术治疗 一个是什么呀 一个是切开 都是取酸啊 切开取酸 一个是导管取酸 那目前临床二种 最多的是哪个呢 首选是哪个呢 肯定是导管取酸 只有这两种啊 第一个是切开取酸 一个是导管取酸 都是这两种方法 其他也都是不正确的啊 其他不正确的 那么 在这这两种方法 我们来首选哪一种呢 首选的是导管取酸 因为切开取酸的 创伤比较大 是目前是不就是能不用的是紧张 不用了啊 这个大概应该选择低啊 应该对他来选择低 好 下面我们接着讲下一个内容 腐外扇 那么腐外扇呢 它是这个腐部外科的 都是腐外科的常见病 多化病 发病性非常高的啊 也是理念考试的重点疾病 腐外扇呢 大家考什么东西呢 一个是他的发病机制 和他的病的内心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主要的表现和诊断 尤其是鉴别诊断啊 尤其是鉴别诊断 是重点 重点重点 因为腐外扇呢 他包括直扇骨扇 直扇鞋扇 另外呢 还有一个这个骨扇啊 这也是一个啊 鉴别诊断是个重点 另外一个就是呢 关于他这个嵌扇和脚扇扇的处理 也是个重点啊 也是个重点 好了 我们看第一个复古扇扇 复古扇呢 发病机制呢 和他的病的内心 首先他这个发病机制 与什么因素有关啊 他分为先天性的和后天性的 那么先天性的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这个男性的胎儿了 他在这个胎儿期 这个两侧的搞完呢 是不在印囊里面 是在腐墙里面 就是在胎儿期 他没有分娩之前啊 还没出生之前 在腐墙里面 那么这张搞完 在系统胎儿腻的增长 在基主两侧 往下移 走界的经过复古扇 像这个阴囊里面的下移 下移 下移的过程中呢 那么他在下移的过程中呢 他在出腐墙的时候 表面要包裹 要携带避寸腐膜 那么这个避寸腐膜呢 要把这个搞完和筋锁 要包裹起来 那么这个避寸腐膜呢 一旦出了这个腐腔 搞完表面的这个避寸腐膜 它就不叫避寸腐膜了 叫什么呢 叫做搞完翘膜 金锁表面的这个避寸腐膜呢 也不叫避寸腐膜 叫做金锁翘膜 金锁翘膜呢 这个翘膜腔 在搞完表面的这个翘膜 形成搞完翘膜腔 这是搞完翘膜腔 而金锁表面呢 形成金锁翘膜腔 这是金锁 金锁翘膜腔 那么新生人出生了以后呢 这个搞完呢 它降入阴囊 这个搞完翘膜腔呢 它在搞完的尾部闭合 这个腔呢 还存在里面有少量的液体 溶化液 而金锁翘膜腔呢 它是出生了以后 要闭合的 就是这个翘膜和这个 和这个金锁呢 要紧紧的闭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腔就闭合了 这样一来就是说 我们这个搞完翘膜腔和腐腔呢 它是不相通了 这是正常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 那么如果是 这个新生人啊 他出生了以后 这个搞这个金锁翘膜腔 都这个腔啊 这个金锁翘膜腔的 没有闭合 这样一来都导致 腐腔通过金锁翘膜腔 与搞完 与这个搞完翘膜腔的 与他相通了 腐腔经过金锁翘膜腔 与搞完翘膜腔相通了 成为一个大路了 大通路了 那么这个 然后呢 这个腔管呢 它可以什么 在高压状态下 经过 没有闭合的 搞完 金锁翘膜腔 金锁翘膜腔 然后进入了 搞完翘膜腔 这就形成了一个 先天性的协扇 所以说 先天性协扇 是因为 翘胜通 没有闭合 哪个地方 翘胜通没闭合呢 金锁表面的翘胜通 金锁 金锁表面的翘胜通 没有闭合 形成的啊 所以它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金锁表面的翘胜通 违避和导致 腐腔与搞完翘胜通 翘膜腔相通的 金锁 这个原因 这是它这个先天性的 发生的机制 先天性发生机制 所以说先天性协扇 那扇囊是什么呢 先天性协扇囊 不是毕生抚摸 而是没有闭合的翘胜通 为表的翘胜通 好了 那么什么是后天性的 后天性就是说 如果是 如果这金锁表面的翘胜通 闭合了 都这个地方 它已经啊 都已经和那个金锁 这个翘胜通啊 和金锁紧紧的闭合在一起了 没有缝隙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搞完翘胜通呢 搞完翘胜 与辅胜就不相同了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再发生膳 这个膳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肠管 腌着这个金锁表面的 腌着金锁旁边的 复古骨管的裂锡 是不是 在高压做中下 表面包裹什么 表面包裹的是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这个是 必存抚摸 就是它出腹枪的时候 表面要包裹必存抚摸 而这个必存抚摸呢 把肠管包裹了以后 然后呢 腌着金锁 旁边的这个 复古骨管的裂锡 进入到阴朗 这样就形成了 后天性的协善 那么后天性协善呢 它的原因是什么呀 一个是 复古骨区这个 减破缺损 什么缺损呢 就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 复古骨管这个地方 有金锁和子宫原 在穿过腐壁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是个缺损的位置 这个抵抗力相对弱一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在腐内压 增高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肠管 因为最长的地方是小肠嘛 那么小肠呢 他把这个表面 包裹了必存抚摸 然后进入到阴朗 就形成了 后天性的协善 所以后天性的协善 那扇兰是什么呢 是必存抚摸走成 是这个东西啊 必存抚摸走成的 这个一定要弄清楚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 把这个先天性后天性的协善啊 它这个发病机制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当然 我们首先得把这个 解剖关系要弄清楚 然后呢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东西 才能明白啊 好了 我们看这个先天性 后天性的协善 他们之间的区别啊 我们看这是后天性的看 啊这个 这是右边一个图啊 这个图看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后天性的协善 后天性的看 他的善能什么 这是必存抚摸看 我这个红色啊 这是必存抚摸 必存抚摸 这是从抚枪内下来的 必存抚摸 看到没有 因为这个场馆呢 在出抚枪的时候 他要把必存抚摸呢 把它包裹起来 然后下来 所以他这个善能呢 是什么样 看后天性的 携带的必存抚摸 是他的善能 看到没有 必存抚摸摸 而这个 因为这个后天性 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是 这是搞完枪摸枪 这是搞完枪摸枪 搞完枪摸枪是完整的 而金锁撬脚通呢 金锁撬脚通和金锁 仅仅笔合在一起了 那么 先天性的是 他这个善能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是他的搞完 这是搞完 而这是善能 这是善能 那么这是金锁 这是金锁的撬脚通 看到没有 金锁的撬脚通 那么金锁的撬脚通 没有必合使 导致 副枪通过金锁的撬脚通 与搞完撬脚通 搞完撬脚通 相通了 然后这个场馆呢 直接沿着什么呀 这个金锁旁边 这个撬脚 未必合的撬脚通 直接什么呀 进入到 进入到这个搞完 形成那个撬脚枪里面去了 就形成了 先天性戏上 就是先天性戏上呢 是因为没有闭合的 这个搞完撬脚通 就是他这个善能啊 是没有闭合的搞完撬脚通 也就是搞完撬脚枪 是他这个善能啊 其实他两个的善能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 原因就是 一个是撬脚通 比合 一个是撬脚通 没有比合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理解啊 一定要理解 我们很多这个考生啊 都是上学的时候 可能对这个问题 弄得不是很明白 参加临床工作了 如果是不是经常的接触这那病人 不是经常做这那做这那手术的话 也是稀里糊涂的啊 还是稀里糊涂的 所以说一定要弄清楚 不然的话呢 我们考试要考这种内容的话 它是很容易丢分的 病人类型呢 都是比较简单了 一夫性的 男夫性的啊 这个男夫性善里面呢 记住啊 有一个考点 善内容 大多为大网膜 就是说 我们那个邪善呢 主要的善内容 是什么 是小长 主要的啊 小长 但是如果是男夫性的话 他的内容 都可能是大网膜啊 如果是男夫性的 内容 我都说为大网膜 那 另外还有一个 他有个特殊内心的一个 男夫性善 叫做滑动音善 这个滑动音善 是男夫性善的一种啊 一种特殊内心 那什么是滑动音善呢 就是说 这个善内容不但呢 什么呀 从斧腔的下坠 下坠了以后呢 突然呢 他会携带 把这个善能筋上方的 腑膜推向善能 导致什么呀 盲肠 膀胱 或者是结肠呢 也随之下移 成为善能臂的一部分 那么这就变成了 滑动音善 啊 就是说啊 内容物呢 在 你比如说 这个内容主要是小长嘛 这个小长 或者是大网膜 他在往下下移的过程中 借助善能的过程中呢 突然呢 也携带了旁边的盲肠 或者是蓝尾啊 或者是这个什么呀 结肠啊 膀胱啊 什么的 他们也一起下移 然后构成善能比的一部分 这就变成了滑动音善 那么滑动音善呢 它是南风音善的一个特殊内心 哎 这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容易考的啊 容易考的 那么第三个 欠带音善 欠带音善呢 他们也有三个特殊内心啊 前段前段嘛 这个我都不能解释 大家一看就明白啊 都是前段这个 因为里面最长也是小长 小长一被卡压 在这个内环处 一卡压了以后 它会引起什么呀 血功斩案 长梗走啊 长梗走 那一旦出现血功斩案了之后 它会有什么呀 会变成脚褶音善 由欠带性的变成为脚褶扇 那么脚褶扇呢 是在所有的腐外扇里面 是最严重的一个内心啊 它是最严重的 一旦确诊呢 必须得立即 马上进行手术质量 否则这个长梗一旦坏死 我们就来不及了啊 那么欠带上 有三个特殊内心 哪三个特殊内心呢 一个是锐气扇 利特扇和逆行型欠带 那么锐气扇 又叫做长梗币扇 为什么叫长梗币扇呢 它是长梗币的一部分 被卡压被欠带了 而另外一部分呢 仍然在腐腔里面 那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锐气扇 这是锐气扇 这个长梗币 这是一部分 长梗币这一部分呢 进入扇能被卡压住了 而长梗币的对侧 和长细膜的这一侧 它没有进入扇能 那么这种 这样这个形成的一个欠带扇 它就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锐气扇 它是一个特殊内心的扇 那么这个扇呢 大家一看了都明白 通过这个头发能看得清楚啊 这种扇能一般多为什么呢 这个不完全耿走啊 它可以引起耿走 但是它是不完全耿走 就是不全耿走啊 因为它是 它卡压里是长梗币的一部分 不全耿走啊 它是不全耿走 那么这是一个内心 这个内心叫利特扇 什么是利特扇呢 就是进入扇能的 被卡压住的什么呢 是一个每颗气势 是这个气势啊 是这个呢 是这个气势啊 那么这个都说 如果是气势被进入到 扇能被卡压住了 那么这种 什么呀 这种欠登扇 就叫做利特扇 啊 利特 这叫rich 这叫利特 因为这个呢 是两个外国人呢 可能都是意大利 什么 他们发现的 这种特殊内心扇 所以就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 啊 是这样的 啊 那么第三个特殊内心什么呀 叫一心人前的 什么一心人前的呢 我们看这个图片 就是进入扇能被卡压住 是两段成果 这是一段进来来 进来来一会儿 啊 他又返回来 再回到扶枪 回到扶枪 然后再有一点什么呀 下一段又进来一段 再返回扶枪 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 进到扶枪里面 在这个进到扇能里面 这个长果呢 是两段长果 看到 两段 而这两段成果 中间这一段在哪里 中间这一段 在扶枪里面 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W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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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型 那么这个叫什么 叫做逆行前的 叫逆行前的 他也是前程上的 一种特殊内心 那么前程上的 这三个特殊内心 大家也是要 重点掌握的 因为我们考试呢 他没容易出这种 特殊情况 是不是啊 锐奇善 利特善 和逆行前顿 那么第四个类型呢 就是脚窄善 脚窄善呢 这个 他这个名字 假设很简单 就是因为血功障碍 就是前顿的长果 发生血功障碍之后呢 就变成脚窄 脚窄善了 那么脚窄善呢 就是说 他容易出现 这个长果的 确确坏死 而我们做这个 善理手术啊 最重要的一点 什么呢 就是要善于盘谈 这个善理人物的 长果 是否发生坏事了 因为什么呀 因为坏事的肠块 必须得什么呀 当时的要切掉切除 做肠的吻合数 如果没有坏事的呢 还要保留 那么千万要避免 这两种情况发生 哪两种情况呢 一种就是 把没有坏事的肠块 当成坏事的肠块 来切除了 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那另外一种情况 都是相反 把本来都已经坏死了 你认为还有活力 你判断不准 还给他放个抚枪 那么迟早还要再一次手术 这个病人要再一次 这个认出 这个什么呀 手术的痛苦 手术痛苦 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这种情况也要避免 就这两种情况都要避免 那我们看 怎样来判断 这个坏事的肠块 是否有活力呢 第一个 首先看颜色 坏事的肠块 一般称暗红色 坏的是黑色 坏事的肠块 一个暗红色 坏的是黑色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相应的肠心膀动脉 没有波动 看到没有 这是第二个 相应的肠心膀动脉 没有波动 就是这坏事的肠块 它的肠心膀的动脉 一抹 没有波动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肠块 是麻痹性的扩张 对于我们这个刺激 是没有反应的 失去正常的光泽 看来 这是第三个特点 就是这个坏事的肠块呢 失去了正常的光泽 没有弹性 成麻痹性的扩张 我们用这个镊子 五尺镊加一下 正常肠块是有反应的 它马上扭动一下 那这个坏事肠块呢 它是不扭动的 它是不扭动的 那么根据这三条呢 就可以盘断 这个肠块呢 是已经坏死了 坏死的话 必须得做肠子 切除合数 但是有一点 记得说 儿童的这个扇环呢 它比较柔软 即使现在的时间比较长 也很少发生矫窄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 就是说儿童的呀 这个这个 脚者腎的肠 肠癌肠 脚转眼的腐外扇 它那个肠管即使是卡压住了 它也很容易发生个脚转 很容易发生个坏事 这个要注意点啊 就是说尽量不要给这个儿童的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啊 下一个就是复古狗直善的发病机制 那复古狗直善的发病机制呢 就是与复古狗直善有关 那就是直善三角啊 那什么是复古狗的直善的三角呢 也叫简称为直善三角 也叫做海事三角 还是白旗三角啊 三角三角结善三角 它肯定有三个边构成 你看 复制机的外缘啊 这个地方 复制机的外缘啊 看到没有 然后复必侠动脉 复制机的外缘做内侧缘 复必侠动脉做上侧缘 看到没有 这是复必侠动脉 这是复必侠动脉啊 然后复古人代 复古人代呢做下缘 这是复古人代啊 复古人代 那么这三个边构成了一个近似的三角形 我们叫做直善三角 也叫做海事三角 那么这个海事三角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肌肉覆盖 而且筋膜又比周围走着薄 看到没有 薄 它这个没有完整的肌肉覆盖 而且筋膜又比周围的走着比较薄 薄弱 所以这个地方呢 相对来说抵抗力要弱一点 尤其是老年人 我们知道老年人 他的腹壁是松弛的 豆皮是松弛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再加上老年人呢 又经常的有腹力增高的一些慢性疾病 你比如说前列造成肝 比如说这个COPD啊 是不是 像这些慢性疾病的话 它会导致腐敏啊 长期处于 经常处于高压状态 那么这样一来就容易形成了 复古的直善 就是通过这个直善三角 内人物突出 都形成了直善 所以说直善 一般多建议什么呢 老年人 老年人 多建议老人 多建议老人 临床表现 一副一副善呢 我们都知道 因为这个 直善 如果是直善的话 那么它多为是一副型的善 因为这个直善 它这个通俗的这个善环呢 是一个比较宽大的三角区域 是个区域 是个区域 面积比较大 所以很少浅顿 一副型善的表现呢 都是一样 不管是直善的还是鞋善啊 他一副型善的 最早里面还讲的 就是一句话 叫做卧引力线啊 不管是直善与鞋善啊 一副型一副型 就是别人呢 平窝位消失 站立了 站立位 这个阴囊 复古区 又出现了这个善块 就叫做卧引力线 卧引力线 其他的一般 没有什么 就是如果时间久的话 就站立时间久的话 突出来 他容易什么呀 容易这个 有嘴障感 不湿的感觉啊 其他的症状呢 比较少啊 好 那么另外一个 直善的基金看 老年三角一突出 基底宽 行半球 基底宽行半球 压周内环还突出啊 压周内环 为什么突出呢 因为内环呢 是斜善的内环口 他不是直善内环口 所以说你压周内环了以后呢 他的直善仍然突出 这是他的特点啊 老年三角一突出 基底宽行半球 基底比较宽 他的形状像个半球形的啊 压周内环还突出 就是人把这个内环口压住了 他这个直善呢 还要突出 还要出现 还要出现 因为这个内环呢 是斜善的内环 他不是直善的内环啊 这是把这三句话记住 就可以了 这边就是呢 这个表的是在我们考什么呀 不管参加什么考试哈 呃 斜善直善的鉴别 和复古善的鉴别的是重点 关于这个表的鉴别啊 比如说年龄 斜善一般都建于 这个年轻的 青壮年儿童 直善老年 突出投进 一个是复古物馆 一个是直善三角 呃 另外呢 斜善是进入阴囊 而直善的是不进入阴囊的 形状 外观形状 这个斜善呢 一般是椭圆 或者离形的 而直善一般半球形的 为什么是离形和半球形的呢 对于他们偷出的这个 楼进呢 和他这个什么呀 这个局部的解剖 确实呢 有了一点的关系 好 我们把这个山块 回纳了以后 内环 压迫内环 那么哪一个不再偷出呢 斜善是不偷出的 因为这个内环呢 是斜善的内环 看清楚啊 内环是复古物馆的内环 啊 它是斜善的内环 所以说我把这个 这个场馆了 内容物了 回纳了以后 这个让病人咳嗽 山块不再偷出 那就是斜善 如果仍然偷出的话 跟这个内环没有关系的 那就是直善 这是一个重要的鉴别点 那么下面一个 金锁和善囊的关系 那么斜善呢 一般是善囊在金锁的前方 金锁在善囊的后方 就是说善囊在金锁的前方 反过来说都是 金锁在善囊的后方 而直善呢 直善呢 看到没有 在什么呀 金锁在善囊的前外方 在他的在他的前外方 金锁在善囊的前外方 他两个人看呢 一个人在后方 一个人在前外方 这是他的区别 他的区别 为什么是在前外方呢 因为他的直善三角 在哪里啊 直善三角就在 复古人的上方 所以说他这个闪块呢 就在什么呀 复古人的前外方 就是这个斜善的 斜善的这个斜善的 他这个什么呀 直善三角 直善的直善三角 就是海事白玉三角 就在复古人的上方 那么他这个肿块呢 往前方突出的话 那就相当于在这个 什么呀 复古人的前外方 前外方的啊 下面一个是 闪囊锦与复比较动物的关系 那么一个呢 是在闪囊锦的外侧 你比如说斜善在闪囊 这个斜善的闪囊锦 在复比较动物的外侧 而直善的在内侧 那这个东西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你看 这是复比较动物 那么斜善的闪囊锦 在哪位置 这是内环口 在这个位置呢 在这个位置 那这是斜善 这是斜善的 闪囊锦 内环口啊 斜善 那么这个呢 那是直善 这个直善 那复比较动物在哪 在这个位置呢 这是复比较动物 我换个颜色 是不是 这是复比较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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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很显然 直善呢 直善的这个 直善的善囊锦 直善三角 在复比较动物的内侧 而这个你看 这个是斜善的外环 内环口啊 这个内环口啊 内环口 内环口在哪里呢 它在这个 复比较动物的外侧 这是外 这个是内 看到没有 就是直善在内 而斜善在外 斜善在外 那我们看 这是它这个 你看 斜善在外 直善在内 直善在内 就跟那个头是能够 反映出来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重点 这是第二个要重点 重点 那么第三个重点 什么呢 那就是 潜伸机会 这个比较简单了 斜善一般 潜伸机会要多一点 直善的要非常少 因为直善呢 它这个 它这个偷出的这个扇环 是个直善三角 直善三角是一个什么 很大的一个区域 是吧 而斜善呢 它偷出的这个扇当 仅是个内环 内环是个口 这个口是比较小的啊 所以容易啊 相对来说 容易发生潜着 那么这个表呢 是重点 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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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关于复骨扇的手术治疗 这个治疗哈 复骨扇的治疗方法呢 它 呃 它有保守治疗 还有这个手术治疗 那么什么样的是保守治疗呢 都是 还是我们说的啊 一个是 一个是非常小的 一个是非常老的 那包括这两种 一个是小和老 小家老都可以了啊 小什么意思啊 小家老 小什么意思呢 小是一岁以内的 婴幼儿 暂不手术 记住啊 一岁以内 婴幼儿在我们手术啊 这是一个 一岁以内的婴幼儿 一般 不需要手术 第二个老是什么呢 老就是这个什么呀 就是这个 年老体弱 不能耐受手术的 那么像这种病人啊 我们一般考虑保守治疗啊 保守治疗 这个保守治疗呢 很简单 就是让病人呢 带一个闪带 就是在这个复骨骨内环 这个地方呢 带一个闪带 先把闪骨回纳了以后 把内环口 通过闪带 给它压住 压住内环口 增加它的抵抗力 增加它的抵抗力 增加它的张力 那么这个小孩和老人 即使他在腐力压增高 他也不容易什么再痛苦了 不容易再痛苦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保守治疗啊 那么下面关于 它的手术呢 它有手术 至少要 传统的手术方法 只要做两个 第一个是 先做一个善能的高位结扎 那么什么是善能高位结扎呢 就是在内环口 在内环口这个地方啊 这是内环口 在内环口这个位置呢 把善能切开了以后 先把肠管回纳 回纳了以后呢 把多余的善能切掉 然后在内环口这个位置呢 把善能啊 给它结扎起来 一般人 这个七号四线 都是比较粗的四线 结扎 这叫做高位结扎 高位结扎 那么高位结扎呢 如果是单纯的高位结扎 只适合于什么情况呢 看清楚啊 单纯的高位结扎 适合于儿童和脚窄性的邪神 阴幼儿 阴幼儿 都是儿童 就是比如这个 一岁 比如说什么呀 一岁以上的啊 一岁以内的不属 一岁以上的 一岁以上的 像三四岁 两三岁 这样的啊 这样的阴幼儿 儿童啊 另外一个是脚窄性邪神 这两岁 这个一个是人 一个是善内心啊 他是只能做单纯的善囊高位结扎 都只能做善囊的高位结扎 他不能做善的羞 尤其是哪一种呢 记住啊 尤其是脚窄性邪 有肠坏死 这个坏死 肠管做了 切除的啊 这是重点 大家记住啊 切除的 如果是脚窄性邪出现的 切除 坏死的肠管的啊 切除了坏死的肠管的 那么这种善呢 这种脚窄性邪啊 是只能做善囊的高位结扎 他不能做修补 这个啊 不做修补 不修补啊 为什么不修补呢 因为他这个感染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一旦修补 一旦你修补了以后发生感染 那么他这个复发率仍然比较高 相当于你这个修补是失败的啊 修补失败的 就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这是一个重点 中的重点 来记住啊 就是一个是 一岁以上的婴幼儿和 年了和这个什么呢 和这个脚窄性邪 做了坏死场管 切除的这种邪善啊 那么我们只能做 一个手术 善能的高位结扎 不能做修补啊 那么善的修补呢 有传统的修补方法 还有什么呀 这个我们现代的是 武章的善修补 那么传统方法呢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啊 做的已经非常少了 基本上我们的医院 县级上医院都不做了啊 都不做了 呃 全能善修补呢 有加强前比例 加强强森式法 而加强后比例是 巴西尼 哈斯特德 还有麦克凡式法 这个麦克凡呢 主要适合于什么呢 鼓扇啊 主要适合于鼓扇啊 好的 如果是这个 比较大的成人的鞋扇和鼓扇的话 直扇啊 超大的鞋扇和直扇 可以用小点啊 就是迪奥瓦式的风口啊 迪奥瓦式的修补啊 迪奥瓦式的修补 那具体的手术方法呢 我们都不再详细的 给大家讲到这个东西啊 啊 正安这是 巴西尼斯法 哈斯特德法 巴西尼斯法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 副骨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金锁的后方 我们把金锁 这是金锁 把金锁提起来 在金锁的后方呢 把这个副骨管的上臂和下臂 给它缝合起来 上臂什么呀 副内施 副骨级的工章下缘 和下臂的副骨韧带 把它缝合起来 相当于在后臂呢 加强了一层组织 而哈斯特德呢 是相当于在后臂 加强了两层组织 把这个金锁呢 提到皮下 进到副骨的皮下 在金锁的后方呢 除了把上臂 下臂缝合了以后 还把这个副外续剑骨 也把它在后臂缝合 也在这个金锁的后方缝合 那么相当于在 金锁的后方缝合 两层 加强两层组织 加强了哈斯特德 那总而言之 你不管加强几层 那么这个 传统的扇的修补啊 它都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就是说有张力修补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上臂下臂 用针线缝合 打结的时候 这个上臂 这个上臂呢 是什么呀 肌纤维 一容力一拉一打结 这个很容易把肌纤维撕裂 这样的话呢 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修补的效果 要打折扣 风华率是非常高的 可以达到 可能至少也达到 百分之二 一般来说啊 好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 我可以不用什么呀 不采用这个传统上 这个这个 传统这样 善的修补方法 那我改一个方法 改过什么呢 可以用善的成型 那么善的成型 就是我用什么呀 就是这个 韧性 这个张力比较高的 什么呀 这个 我们说呀 翘膜 是不是 剑膜 我用剑膜 我可以用科技膜 或者是剑膜 我取 这个这个什么 复古人带 复古这个 复古管啊 中间 跟他大小 差不多的这个 扩人带 或者是剑膜 是不是 因为剑膜 他的张力比较高嘛 用他来修补 来我们这个缺省 复古 复古去这个缺省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降低 它的风华率 大家的风华率 那么这个叫扇成型 当然了 现在做的最多的什么呀 还是用五张力闪修补 就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 人工材料来修补啊 扇这个什么呀 补片 扇的补片来修补 那么 现在用的最多是这个数数 扇成型处理呢 在下面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手法复归 什么情况下 你比如说 他现在的时间比较短 大概是三到四小时以内的 而且症状又不是很重的 那么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呢 估计 这个肠管还没有脚窄 没有坏死的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考虑 先考虑什么呀 这个数数 就是 这个病人呢 就是说 现在时间比较短 病情比较轻 症状也比较轻微 估计还没有坏死者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手法复归 那么手法复归该怎么做呢 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手法复归的总共做呢 就是让病人的苹果胃 头稍微低一点的苹果胃 然后呢 给他打一个什么 诊痛剂 或者诊筋剂 让他的腹肌 就是 腹部管这个地方啊 这个腹壁的肌肉 松弛一点 松弛掉以后呢 然后呢 让病人什么呀 平静呼吸 那么我们那个 医生呢 你的手啊 可以轻如的 把这个 突出的扇内容 肠管啊 大王什么 慢慢的往腹墙的回送啊 在他腹肌松弛了 内环口张开了 是不是呀 这个松弛了 在这个情况下 往慢慢的回送 那么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的患者呢 他是可以 欠登上 是可以慢慢的回进去了 如果回进去了 他都免除了 他这个 这一次的手术了啊 如果是回不进去 那还得考虑手术 好 这是他这个处理方法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呢 欠登上和脚引上 除了我们说的 无法还打理 那么 无法还打理 欠登上 脚枕衣扇 均需要手术 那么脚枕衣扇 那么还像这个 无法还打理 抢身扇 而且还都是 立即手术 都是 你需要尽快的手术 你还不能耽误时间啊 尤其是哪一种呢 尤其是脚枕衣扇啊 好了 这是我出来 这是关于 他这个处理方法 处理原则啊 手术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正确的盘断 常管的生命力 这个我们在前面说过了 这个在前面说过了 就不再详细说了啊 就是一个是颜色 一个是蠕动能力 没有波动 是不是啊 必要是也可以什么样 做个小实验 用这个普罗卡 温柔的这个生理盐水啊 纱布呢 覆盖 观察 20分钟左右 如果这个颜色 仍然不好转的话 那么说明他确实已经坏死了 你看我们这黑色的 这就是坏死的常管 这一块啊 坏死的常管 下面一个外科基辅症 外科基辅症呢 这一部分内容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 在我们整个的外科 普外科相关专业的 这个那个内容里面啊 外科基辅症呢 是重点中的重点 我们常见的外科基辅症有五个病啊 有五个 常见的外科基辅症有五个病啊 三眼一穿光一耿走 那么大家重点掌握什么呀 他的诊断 尤其是什么呀 基辅症呢 鉴别诊断啊 最重要 其次是治疗啊 鉴别诊断啊 那我们先给大家说 第一个啊 病因和分类 那么基辅症呢 第一个是严阵性的 第一个内向 都是严阵性的 什么是严阵性的啊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 蓝尾炎呢 胆囊炎呢 是不是 这都是严阵性的 就是他因为内脏情况发生严阵 而引起的基辅症 以这个一腹疼来就诊的啊 那么这个有什么特点呢 他有 首先 起病比较慢 治愈性的 病边部位呢 有固定的压痛和腹膜刺 一般来说啊 压痛点最明显的地方 往往就是他的原发疾病所在的地方 你比如说蓝尾炎 那蓝尾炎呢 他刚开始腹痛 开始在上腹部 腹痛刚开始在上腹部 在上腹部有腹痛的时候 那么在蓝尾卖尸点 就是右下腹的地方 他已经有了压痛点啊 已经有压痛点 那这是我们宁城医生的 在盘弹蓝尾炎那个主要的特点啊 盘弹这个病 是不是蓝尾炎的主要特点 就是说 当他的腹痛 还在上腹部的时候 下 右下腹的卖尸点 已经有了谷定压痛点啊 谷定压痛点 就这个东西啊 是盘弹蓝尾炎 诊弹蓝尾炎 这个主要的一个特点啊 这是个穿孔性 穿孔性的一般什么 都是偷发 穿孔性 比如说奎阳穿孔 奎阳穿孔 我们见穿孔主要是奎阳穿孔啊 它是在某些有因情况 存在的情况下 比如说暴音暴时 情绪激动啊 突然发生的腹痛 而一个腹痛的持续加征 多容易引起西乌克的发生 这一点性的什么 就是蜀魔词语症比较明显啊 当然还有一个特征什么 就是气腹 而这个气腹呢 是具有特征性的特征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能够出现气腹的 它的疾病啊 这个气体 腹腔的气体是来自于呢 只能来自于胃肠道 只能来自于肠道 所以说只要这个病人有气腹症的话 做的我们做这个比例分析哈 你不管做什么问题啊 只要一看里面有气腹 格下有的气体 肝肿运件缩小和消失 那肯定是胃肠道的问题了 什么呀 要么是穿孔 要么是破裂 要么是穿孔也破裂 所以在这里面呢 这个穿孔性的啊 气腹是具有特征性的 其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做枕带性穿刺 穿刺腹腔里面呢 是椎液里面呢 根据这个成分来判断 这个呢也有 也有特征性 那么第三个呢 是脚窄性 或者是耿阻性的 耿阻性或者是脚窄性的 那么这个都建议什么 长耿阻 脚窄性成分 这个呢 一般有什么特点 就是说腹痛 尤其是当肠管发生 这个缺血 甚至坏死的时候啊 这个腹痛是 持育性的腹痛 走渐加重 持育性腹痛 走渐加重 哎 这是它这个主要特点 就是腹痛 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它没有好转 中间没有间歇期 没有间歇期 这是它的主要特点啊 那么 如果是扭转 扭转性的话 更严重了 这个扭转呢 它可以很快进入 你比如说什么呀 这个小肠扭转 几张 一张肩上扭转 这个肠扭转呢 它多为批判性耕左 记住啊 扭转一般都是批判性的 就是两单都关闭了 什么叫批判啊 批判批判 就是两单都耕左 都关闭了 那么两 这个肠头两单都关闭了以后 里面那种 上来上不去 下来下不来 这种 这都是批判性工作 这种工作 一旦确证是 必须得马上手术的 必须得马上手术的 而且后果是比较严重 容易出现的休克 腹痛呢 也是吃云的腹痛 正方也加重 也是吃云腹痛 正方也加重 如果我们不及时的 这个把大家扭转的肠管 肥肤 肤胃的话 那么很容易因为 细膜里面的血管受压 导致肠管缺血坏死 导致肠管缺血坏死 所以这个呢 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啊 那么第五个内心 都是出血心的 出血心的就是 主要是指食质器官 那么食质器官呢 你看 肝 皮 胰腺 或者是肾脏 那么要么都是血管 是不是 那么食质器官呢 它是 不管是病理性的 还是外伤性的 引起的出血 这个腹痛啊 腹膜刺激肠相对要轻 因为这个血液呢 对腹膜刺激肠比较弱的啊 但是它主要特点是什么 就是 失血性休克的表现 这个病人 主要表现为大出血的表现 腹腔有大量的肌液 就是移动性的阻音 最重要的特价上面 就是出出不拧血啊 这个特点是最重要 不管这个 食质器官哈 破雷 它出多少血 如果我们 只要我们在腹腔 整男人穿此 能够出出不拧血 那就说明问题了 这个是最有特征性的啊 这个是最有特征性的啊 最有特征性的 腹腔出出不拧血啊 那么第六个是损伤性的 损伤性的就是 这个不管是它 我们把它分为两个类啊 一个是空腔的 一个是食质器官的破雷 空腔器官破雷 就是胃肠为代表 它会出现严重的腹膜炎 加气腐 一般可以有 腹腔有几气啊 有几气 气腐啊 气腐 啊这是一个 那么食质器官的是 干皮为代表的 那就是 失血性休克 啊 失血性休克 这个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说过了啊 所以说明看 这个 基腐症呢 它这个原因很多 严阵 穿空 耿走 脚窄 扭转 出血 损伤 等等都可以引起 总而言之一句话啊 我们腹腔里面的 器官数量最多 任何一个器官的 疾病病变 都有可能引起什么样 都是都有可能成为 这个基腐症的 这个病因之一 都可能 都有可能引起基腐症 或者是以基腐症的 心事来就诊 啊来就诊 这是都有可能的 所以基腐症呢 在外科临床上是非常重要的啊 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后面的内容呢 我们留在下一次 再给大家辅导 就是这个基腐症的诊断呢 鉴别诊断呢 还有它的处理原则呀 是不是啊 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家辅导到这里 好 感谢大家的聆听 啊 字幕志愿志愿者 abbrevi々 词杨频道